大家先请合掌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法师科与大家阿弥陀佛 122页109经 讲到122页 应该要讲123页 对 讲到100 好 看123页 110经 我早上刚来了之后 有个法师说 这个讲堂太久没上课了 都长蜘蛛丝 那么我们的心 如果太久没有接触佛法 也会结烦恼丝 很多很多很多烦恼丝这样结 真的是这样 好 我们来看 他说 有这么一天 佛在舍卫国 己孤独远 其愿今生 这时候 这个时候 世尊跟朱比丘说 我今当说 有生疾去到 即生疾灭到 这个一样是所谓的苦疾灭到 因何而有生疾去到 那么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一个名相 其实他就是 那 在讲四地的 元起四地的 那元起就是四地 四地就是元起 好 他说 余刺吾吾吾吾吾吾吾 那么有生 就是我们这个生 有世之生 那有云有缘世间集 好 那么 余刺吾吾吾吾吾 不如始之 那么 底下就是 寿寿小群是无韵的 极灭未幻离 那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很常见的 他基本上就是五个次地 极灭未幻离 那么极跟灭 基本上就是有云有缘世间极 有云有缘世间灭 那这个世间主要是五蕴世间 这个身心 有云有缘 我们的身心会有这样的状态 有云有缘 我们身心会是没有这样的状态 有苦的状态 有热的状态 有种种种种 好不好的状态 有云有缘 我们会有这个身心来受苦 有云有缘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身心来受苦 那通常就是讲这个 那佛法最重要的就是 你确实知道 那么 又有正确的方法 如果你对这个苦因不了解 那么你用的方法可能就是错误的 那 那 比较常见的就是 以前的人不知道 要发生天灾 就以为是天降灾难 所以他决定的方法是怎么样 既然是天降灾给我们 我们就去祈祷 祈求天的原谅 所以以前只要有灾难 现在皇帝都要率领文武百官 祭天 祭天 那么 甚至皇帝会很有魄力的 或是很慈悲的 说万方有罪 罪在我一人 所以请上天赐罪给我就好 不要让这些百姓受苦 算是很慈悲的 但是方法不对 那么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找到对的方法 那像婆罗门 想要修得福报 那么去跟师婆神 换天神祈求 那么 希望能够赐给他福报 想要降下灾乱 跳到恒河水里面去祈祷 认为恒河的水可以圣洁 是圣水可以灭他的罪 那我们也是一样 这个经是佛说的圣经 圣人说的经 这个咒 是否心地流出的是圣咒 我们念了就可以灭罪 那么这个根 这个根 这个婆罗门 浸在恒河圣水里面要灭罪 也不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佛陀讲 你要如实之 如其事实的了解 如其事实的了解 这个苦到底怎么来的 这个热到底是怎么生起的 那么你知道了 你才能够去莫得 才能够去消除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么这些观念不离开所谓的苦即灭道 那我们通 我们通常知道苦 但不知道苦因 知道要解决苦 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 是这样 所以才会形成一种 一直在 一直在 修行要离苦 可是却一直不能离苦 一直在受苦 为什么 苦的方法错误 你对苦的理解 形成苦的原因的理解有误 重点在这里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多数的人 很多学佛的人 很多都把时间精力 耗贿在没有意义 没有利益的事情上面 那么以至于 以至于 会发生一种现象 就是 你一直在修行 照理讲 你如果 你一直加热 那个水 会蒸发越来越少 可是 你一直起火 拿很多木材来生火 火起得很大 可是那个水并没有变少 反而变多了 你以为有智慧的 很精进的 加大火力 那么 来烧掉这个灾难的水 他其实发现到 我的烦恼没有减少 我的痛苦没有减轻 为什么 那你会觉得 那是我不够用功 那是我业障太重 所以 又用错误的方法 精进的想要消除业障 结果也是一样 那你最后只能够 哀怨 埋怨 我身在末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就只能这样 真的是这样吗 肯定不是 所以其实苦极没有道理 我们大家耳熟能详 但实际上 多数人 多数人 蒙蒙咚咚咚 就不知道 那到底是怎么样 我也知道苦啊 但是苦因就是我有业障啊 你是有业障 但真正障碍住你的是你的愚痴 你执着错误方法的愚痴 你不是不学佛 你不是不信佛 你就是不知道什么是佛 就是这样啊 那么这个是 我讲话不是在骂人 我只是讲起来有一点点 就是有一点感叹而已 那么基本上很多数的佛教徒 都是 都是这样在过生活的 很可怜 所以佛陀会讲 可怜民者 真的 如果不学佛的人 他当然 他没有这个 他在门外 这就没办法 你已经 四处在找门 而且但是都是不得其门而入 那些不找的人 那没办法了 可是你找了那么久 那么用心的找 一心一意的在找 你却因为你的执着 你的愚痴 而经常不得而门而入 不得其门而入 那你常常修的 观音法门 地藏法门 净土法门 什么门 这一切 你都不得其门而入 你只知道有这个门 但是你没有真正经过这个门 这是我学习佛法来发现到 最多的问题 修观音法门的人 通常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观音法门 修净土法门的人 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净土法门 修药师法门的人 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药师法门 修菩萨道的人 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菩萨法门 通常都不知道 但是他很用功 他很虔诚 他很专注 单单用功虔诚专注 不能就让你得利益 外道也很用功 也很虔诚 也很专注 我们都没有苦行外道 那一种忍耐力 精进力 非常地相信 他只要这样做 死了就能得解脱 可是他一正在受苦 他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有用吗 没有用啊 没有用啊 就算你无怨无悔 就算你百分之百的相信 只因为你愚痴 不知道苦极灭道的道理 那么不会反省 那么你就不会觉醒 这种道理就是 很多佛教徒我发现到 都 第一个很善良 善良 但是善良也不是解脱的根本 用功精进 精进也不是解脱的根本 很虔诚 虔诚也不是解脱的根本 不是离苦的根本 什么是离苦的根本 智慧 智慧才是离苦的根本啊 所以佛陀讲 一切的痛苦都从什么生 从愚痴生 一切的痛苦都是从无名的心 愚痴的心生起来的 一切的功德都是从智慧的心生起来的 所以三善根是什么 三善根是什么 什么是三善根 忘记了 对 无贪无辰无痴 什么叫无贪无辰无痴 智慧的心无贪无辰无痴 是一切善一切佛法功德的根源 智慧 博人 那么这个你如果不知道 那什么是博人 当然就是 你知道苦 知道苦因 知道离苦的方法 这样 那么这个三个确定了 你一直坚持的修 就一定可以得解脱 一定可以离苦 而且这个离苦不是你死了才知道 不是你未来才知道 你当下就会知道 当你有智慧 你原来的烦恼减轻的时候 那个苦就会减轻 你的执着减少的时候 那个烦恼就会减少 很简单的道理 本来你执着 假设 你执着你的儿子女儿媳妇先生 你执着 本来你有执着十个人 现在你只执着两个人 那烦恼有没有减轻 有啊 你就会觉得 你比较没那么累 很简单 你本来在五个人身上起烦恼 人家只在一个人身上起烦恼 那个痛苦有没有减少 有啊 当下就知道了嘛 那么这个就是 有智慧神 那你不是 一样多的痛苦 甚至为了要离苦 承受更多的痛苦 为了要离苦 承受更多的痛苦 也只能忍耐 含着泪忍耐 咬着牙忍耐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啦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忍耐到死 希望有一天可以解脱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不是这样子的 佛法不是这样修的 那所以 这个原因来自于什么 你不知道苦疾灭到的道理 有生疾 基本上就是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我这个身心的苦 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 怎么样可以没有 反复不断地告诉自己 常常要如理思维 就这样想 这样想 佛法最大的作用 不是在增加你佛法的知识 而是在启发你的智慧 良人 这个儒家叫做 启发良知良人 那么良知就重在智慧 良人就重在慈悲 就启发你的慈悲跟智慧 如果你没有办法 启发你的慈悲跟智慧 越修不是越无私 越修越自私 我告诉你 你是不可能有解脱的时间 希望有 你就越修越 一切的烦恼 都从我见我爱中来 是不是 我见我爱表现出来了 就是自私 自利 去就是这样而已 你在怎么关怎么关 我告诉你 你没有办法得吾我 没有办法得吾我 没有办法去我见我爱 你只会越来越重 你只会越来越重 那么你只会越来越苦 只是这样而已 这个就是根源 根源 解脱的根源 关键是什么 扶我 对啊 痛苦的根源 就是撑嘛 完全不明白的就是吃嘛 不了解嘛 不了解有贪 不了解有撑 不了解怎么去贪 不了解怎么去吃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我们在我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鱼吃无闻凡夫 都是跟多文圣弟子合在一起的 我们刚开始是鱼吃无闻的凡夫 但是学佛之后要渐渐转成 多文熏习的佛弟子 然后要慢慢慢慢变成 智慧多文的圣弟子 要这样 不要学佛一年 也是这样 学佛十年也是这样 苦没有减少 烦恼没有减少 执着没有减少 而且还增加 越来越执着 越来越烦恼 越来越苦 那么刚开始 觉得自己最小 自己最没用 自己资力最低 所以一切都没那么苦 等到大了 越渐渐学了 自己最高 自己最好 自己最多 就烦恼越来越重 没有修行 还不是那么烦恼 一修行 就觉得自己修那么久 那么有修行 就开始很多烦恼 烦恼越来越重 那这样 这样是颠倒修 这样是颠倒修 没有学佛还没那么多烦恼 一学佛看见大家都 都是这样 就更烦恼了 没有学佛想象中 修行的人都很亲近 一学佛 一学佛 往里面一看 大家都很不亲近 搞得自己也很难过 都很痛苦 那么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所以那个基本上就是从 我见我爱来 那么这个 我们很现实的问题 佛法都是在解决现实的苦 不是在解决想象中的苦 也不是在解决未来的苦 也不是要消除过去的苦 不是 就是要解决现实的苦 一直延续不断的 现在的苦 那这些苦从哪里来 当然你过去累积来的 未来的苦从哪里来 当然从现在一直延伸过去的 所以你要解决现在 让自己的身心状态 那么 尽量趋于离苦 叫做向善 向上 向什么 解脱 其实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要时常提醒自己 有那个趋向 今天你起了一个烦恼了 很简单嘛 不管你起什么烦恼 让你不安 让你忧虑 让你恐怖 不管是恐怖未来 还是恐怖谁 害怕谁 害怕未来 你就想 我这样有向善吗 我这样有向善啊 向善啊 提升啊 我以前是这样 我现在还是这样 那我有比以前好吗 那我这件事情的本身 这样想是对的吗 是好的吗 有没有向善吗 写一下好了 这个大家都比我熟了啦 但是还是写一下 这个是很 我们要经常用来 因为经常用来 就是检验自己的 向善 向上 向解脱 这是我非常常讲的 那我们也常常用这些 这些来检验我们自己 就像三法印来检验一样 那这个是来检验我们的 这个是来印心的 检验我们自己的 那三法印是来印法的 这个法这样说的到底 到底如不如法 那我们修的到底 如不如法 这个是一般 我用来印心的 印心就是 我这样修到底对不对 我这样想到底对不对 我这样说到底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 常常都对啦 但是你常常检验 常常检验前 久了 你就见见见见 错的时候少 对的时候多 一开始也是对的时候少 错的时候多 一开始也是偶尔对 常常错 见见见见就是 常常都是对的 只有偶尔错 好 那就好了 那就慢慢慢慢就是有一个趋向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善基本上就是自利利他的 如果可以的话 自利又利他 这个当然是最好的 这个是最好的 对我有利益 对别人有利益 这个是最好的 如果不行的话 那么就是 损己然后利他 那么这样当然也很好 也很伟大 但是损己要看损的是哪一部分 如果是会损害我的会命的 那当然不要 那当然不要 就是对于我个人的利益有一些损害 但不是损伤法生会命的 那么我可以利益别人 那么这个也很伟大 那如果损己的呢 损己又损人的呢 那当然不要 那么利己损人呢 那当然也不要 这个就是比较 只为自己想 我们说很自私的 只要我好 那你好不好 不公我的事 那么如果你的好 会让我不好 那么我就也要让你不好 就是会损到我的利益 那么所以这个基本上 我们在遇见很多事情的时候 都用这三个来应行 这当然是我说的 但这三个是佛陀说的 但是这基本上就是说 你要看 我这样的想 有没有趋向 是向善的吗 是好的吗 什么是善 四种证件 第一个是什么 知道什么 四种世间证件 第一个是什么 知道什么 有善有恶 对啊 你要先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那我这样做是善 是恶 这个是佛教导 一切在家出家地址 第一个要先确立的观念 我们要学习佛法要会通 要能够法跟法要通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想到这个 就要想到那个 其实他讲的是一样的东西 真的 这个真的是你通了之后 你不用背的 你自来为来就知道 好 应该先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能够自利又利他的 这个就是善 那么你自己有 你会损伤自己的利益 但是对别人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你应该去做 那么如果对自己没有好处 那对别人有好处 虽然对我不好 但是因为我讨厌你 只要你不好我就好 有些人就是这样 有些人就是这样 不是因为我好 我才要伤害你 是因为你会比我不好 我就要伤害你 因为我就看不惯你 因为你曾经伤害过我 所以我并不是为了好 我才这样做的 我是为了让你不好 我才这样做的 就好像他骂你 他骂你之后 你很生气 你也要让他藏这个苦 你就骂他 可是你骂他的时候 有没有好 没有好 你骂他的时候有没有好 但是你好不好没关系 只要他不好我就好 完全是这样 那你就来想说 我这样的心有没有向善 没有 好 你现在做很多事情 你都这样去 用三个来应心就好 这三个是三个趋向 你是不是正在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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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三个来检验 至少你有这个 你就不会堕三二道 真的 三途八难是怎么来的 你就不堕三二道 因为你是向善 你至少是人天成 那你在人的基础上 再往上提升 那进一步就是在欲界到色界 不色界 那再来就出三界 这个就是在 如果我们从解脱道来讲 这个是向解脱 如果佛道基本上就像成佛 像无上菩提 就是向佛道 就像成佛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 以阿含间里面所指 就像三圣子算解脱 如果菩萨道当然就是成佛 那如果以解脱道来讲 这个就不堕三二道 这个就不堕欲界 就出国那不堕欲界 那离欲二不善之法 这个就离欲二不善之法 就得贪定 这个得戒 这个是定 这个是会 依这个来讲 依戒定位来讲 这个是戒 这个是定 这个是会 依三界来讲 这个是不堕三二道 这个是不堕欲界 这个是出三界 好 那我们先不要讲这些 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遇到了很多什么事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场苦极灭道 那苦极灭道大家听过很多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但是我们依然要再讲 那向善就是这件事情 我这样想是站在立他的方向下 还是自立立他的方向下 还是损人损己 还是立己损人的方向下 那么你要来确定 我这个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 越自私就越不善 越无私就什么 越善 所以老子讲 几亿与人 几亿有 几亿为人几亿有 几亿与人几亿多 那我很喜欢老子这句话 越是为人几亿 它是怎么写 几亿与人 越是 这个欲是 应该是这个欲 几亿与人 应该该是哪一个欲 我忘记了 欲人 几亿有 几亿为人几亿有 几亿与人几亿多 你越是为了别人 你越是为了别人 你越是给人 你给人的越多 你自己拥有的越多 基本上这个是因果相有的 你越是无私 你越拥有越多 你越是自私 你拥有的越少 你越是无私 你得到的利益越多 你越是自私 你得到的利益越少 那么基本上 向上 我们现在就讲苦因 你不要小看这些 这些都是 因为你的苦是 从日常生活中的 生 口 意 一点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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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聚集起来的 是从平常 日常生活中里面的 生 口 意 院 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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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积起来的 你的苦是这么闪生的 那你如果不从平常的 平常的这些 身 口 意 夜 这些起心动念里面 去找苦因 你要去从哪里找 舍利佛跟 跟这些比丘说 说佛 佛说的法 就是调腐贪嗔痴 从哪里调腐贪嗔痴 那什么时候有生 口 意 对 一切始终 面对一切人 在一切境界中 由生 口 意 造什么 贪嗔痴 厌 你不从这边 你不从这边去调整 你要从哪里去调整 平常 平常遇见这件事 那件事 起贪 起嗔 起吃 都不知道 坐下来就要无贪 无嗔 无痴 当然啊 你坐下来不念 当然无贪 无嗔 无痴 可是你过去累积的贪嗔痴 会不会消失 不会 会不会产生作用 会 很现实的东西 那如果你没有 平常 平常 平常就自私力 该贪的不会少 该撑的不会少 然后一直在余痴当中 然后坐下来就要观 五蕴 无我 五场 无我 然后就贪嗔痴没有了 这个也是一种余痴 因为苦因不是在那里嘛 就好像你平常就乱丢垃圾 乱丢垃圾 都丢到很脏 那有一天觉得太乱 太脏太脏了 坐下来观 一切法无我 然后起来 这一切都脏乱都不见 不可能 不可能嘛 是不是 不是 那我们有点像这样 我们有点像平常 我们都不注意自己的这种贪症之累积 然后总是晃想的有一天 做早晚课的时候 突然开悟 打坐的时候观无我 突然开悟就无我了 就无我了 哪会 不可能嘛 可是这个是多数人的喔 没有正见正思维 没有正与正业正命 日常生活里面没有 难道就正念正定 那么就要得悟我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苦因在哪里 苦因就在你日常生活里面的 行住坐卧 起心动念上 对人 对事 对劲 有没有向上 有没有向上 向上就是什么 有没有提升 你今天讨厌他五分 明天讨厌他只三分 提升 烦恼减少 烦恼减少 另外一个前面表示 你智慧增加了 你以前很不能容忍他 现在稍微可以容忍 表示 你的定力增加了 你的忍耐力增加了 你的持戒力增加了 你的慈悲心增加了 有提升了 那没有 你刚开始可以忍耐他 后来久了 越看越不顺眼 表示 你的烦恼增加了 想往下降了 往下降 那修越久 有时候 越容易往下降 因为什么 因为本来是很小尾的 后来变很大尾了 慢心增加了 那么知识增加 慢心随着知识增加 但是 知识应该是 启发智慧的 可是 却什么 增长 增长你的慈悲 启发你的智慧的 却增长你的烦恼 启发你的傲慢 开发你的傲慢 那就是往下了 你没有往上 你要想想 那我现在这样的心 有没有向上 有没有利益了 第二个 我现在这样的心 是不是跟我 一年前的心一样 出家前的心一样 不会 我出家前才不会这样想 我出家后 反而会这样计较 往下 你不是往上 往下 我刚出家的时候 不会这样 我现在出家久了 比较会这样 往下 我刚学佛的时候 不会这样 但是学久了 看很多人都不顺眼 刚开始学的时候 看很多人都很顺眼 很常是这样 我以前也这样 老实讲 我以前也这样 不学佛的时候 都觉得每一个学佛的人都很好 真正进入学佛这个团体 就看见每一个人都不好 就起烦恼了 就觉得这样 但是就是开始调 一定要确保 确保别人有没有向上 我们可以帮忙的话就帮忙 帮不了忙 要确保我们是向上的 别人有没有向上 我们能够引导 就尽量引导 不能引导 要确保我们是向上的 这个很重要 那么最后一个一定是向解脱 当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无私 烦恼越来越少 智慧越来越增加 那么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向解脱 到最后一定是烦恼断尽 到最后一定是智慧圆满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依大圣的说法 就是在这个开始 就要发菩提心 然后在这中间 菩提心不能断 要持续 到最后这个菩提心 会被启发 就是大悲心会 会起来 你不会就入虐盘 或是不会就解脱了 你会要以利益众生为主 依大圣的修法是这样 就是你这个菩提心 要发在上面 然后向上向上向解脱 但要解脱的时候 你没有究竟解脱 你要怎么样 或是你解脱了之后 还有两种 就是你解脱了之后 你来利益众生 或是在这中间 菩提心就要不断 要持续 那么这个之后 从向解脱之后 这里就是向成佛 向佛道 圆满成佛 圆满成佛也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利益众生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说苦有生起 这个苦到底是怎么生起的 那不会在其他人身上 就在你内心 就在你内心 是那个人让我受苦的 没有错 他是进而为 心是在你身上 苦生起是在你身上 他影响的还是你 影响的还是你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三个 你常常要来印证 我学习的佛法 是不是正确的 一开始正确 后来慢慢走偏 他就是慢慢 本来是向上的 后来就本来怎么样 向恶 向自私 本来是无的 本来是向上的 后来越修越往下 本来是越来越清静 越来越没有烦恼 后来越来越烦恼 就表示你学的佛法 有错 有偏差 有偏差 要赶快再调回来 所以用这三个常常来 印心你知道吗 印自己的心 是不是如法 是不是如理 是不是如实 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 我们来看 他说不如实 如其事实 那先要如实 知自己的心 先要 这里是讲 受想行事 心就是受想行事 好 那么极面 有因有缘世间极 有因有缘世间面 就这个苦生起了 那么苦消失了 那么未换离 未换离 未换离 是其实就是 修行的三个次第 未就表示你在 你痛苦的原因 因为有生疾 就是有生就是苦 那苦 苦为什么会形成 我为什么会这样苦 我为什么会这样烦恼 我怎么样才可以没有烦恼 有生灭 基本上就这样 那方法是什么 道 好 那么因为你不如实之 色其色面 就是 那这个色是苦的代表 受受想行事是苦代表 因为我们看这个有时候 不容易理解它的意思 这个应该上次 我有跟大家讲过 色 色其实是五蕴里面的 色的代表 太久没上佛法 我们可能会忘记 那个凡老师都觉得满法堂了 色五蕴 色受想行事 这些都是心的作用 新的作用 这个是神 那么这个五蕴 它就是身心 它就是身心 五蕴身心 这个是世间 五蕴世间 那佛法说世间是苦 五蕴世间 身心世间 这个苦苦 那么每一个五蕴世间 不同的五蕴世间 不同的苦 就形成不同的众生 就是六道 这个叫有情世间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有情世间的一个一八 就是国土世间 那世间是苦 所以 这个就是有生 有事之生 有生 那么疾 有因有缘 世间疾 其实就是 这个苦 怎么形成 这个苦 是现实的苦 现实的世间 现实的身心 现实的苦 苦 是现在存在的 存有的 马上感受到的 一直在感受到的 这个叫做苦 现实的苦 那你要如实之 你知道有苦 但你 你只感受到苦 但你不知道 这个苦 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苦 再进一步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世间 受这样的苦 这个以前我也常常 常常听我妈妈说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家庭 要做这些苦 反正就是类像 我们常常会听到 有些人讲 我不知道 我过去做了些什么 不好的事 才会生在你们这个家庭 来照顾你们这些人 受这样的苦 我听很多人这样讲 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底 我做前辈子造了什么念 要来这样受苦 那么这个是多数人的疑问 就是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受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 这是第二个 那么这两个就造成我们的轮回 不断的受苦叫做轮回 不断的受苦叫轮回 那佛法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 告诉你如其事实的 宗教很多都在讲这个问题 但是大部分的宗教都是 你的苦是与生带来的 是要试验你的 要考验你的 上帝给你的 你的热也是上帝给你的 阿里像这样 那么你的苦 借由祈祷上帝 奉事上帝 祭祀上帝 或天神 他可以帮你离苦 他也要 他告诉你的苦是这样来的 那你怎样离苦 也给他方法 但是这个叫做不如死 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的一粒苦吗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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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很多人不知道 没看过水 然后不知道喝水可以解渴 他很口渴到处去找水 那有些人拿了油给他 你喝了这个可以解渴 他喝了没有完全解渴 然后他就告诉他 你喝的不够多 喝太多也不会解渴 他就告诉我你一直喝 喝到最后就会解渴 喝到死都没有解过渴 他还期待死后可以解渴 苦行外道就这样啊 很多佛教徒也这样 很多佛教徒也这样 那所以 苦的形成 跟苦的消失 苦疾苦灭 这个是疾 然后就是有生疾 就是苦的疾 疾就是有这个神 世间嘛 因为身心嘛 这个叫有生嘛 那苦的消失 究竟消失 就是灭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如实之己 如实之灭 那怎么样让它消失 先要确定它是怎么形成 然后用正确的方法 如果你知道但是你的方法不正确 那也错 那也没办法 那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从己到面 那它基本上底下叫做未患理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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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未着 就是贪爱 执着 它来自于你的贪爱跟执取 那根本上来讲就是对什么的贪爱跟执取 对什么的贪爱跟执取 对我我所的贪爱跟执取 我就是身心 对这个身心的 对这个身心的贪爱跟执取 对我身心所拥有的 有关系的 属于我的东西 属于我的人 这一切的贪爱跟执取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十二元起里面的什么 什么 爱 取 这个是什么 苦 有 对 就有苦 爱 取 有 无明 行是明色六路处 这个就是无明 有没有 行 那这个行是明色六路处 就是跟承是何而生处 处去受享受 就这样 然后就 爱 取有 有就有苦 你就有未来潜在的生命 那就会继续受苦 就是这样啊 你把它连结起来看 你就知道 其实它是从这个角度讲 从这个角度讲 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 爱取有 那有之后就一定有什么 有苦 生老病死 有悲难苦 不就回到苦来了吗 有生 有生就一定有什么 有生老病死吗 有悲难吗 一定有这一些的 那都从哪里来 所以它要告诉你这个 为患 如实之 这个因 你就是因为贪爱直取 这个身心 所以离苦 要从五应生 然后要怎么样 知其过患 而能远离 知其过患 然后而能远离 然后慢慢慢慢 真的远离了 那么远离过患 过患是从哪里来的 你有贪受直取 就会生起什么 贪称痴 所以先告诉你如实之 你要先如实之有生疾 那么如实之有生疾 就要如实之什么 有贪要知什么 有贪 有称要知有称 你要先观察这个 你这个不如实之 这个就是因啊 那个就是苦因啊 你知道有过患 你要远离 知道过患在哪里 就是知道苦嘛 知道苦 苦患 过患 知道苦 知道苦因在哪里 知道过患 知道过患在哪里 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我要远离这个过患 我要远离这个苦 然后就用正确的方法离苦 到究竟离苦 解脱 就这样 所以叫做 极面未患离 那么重点在如实之 所以他这里的经文叫做 如实很重要 如实 你要如实 要先如理 你不如理 你就没有办法如实之 你要如理思维 你才有办法如实之 那你如实 你思维 前面一定要多闻症 多闻症法 熏习症法 闻思症法 一定要闻思症法 多闻症法的前面 我们就叫做清净善事 就是佛陀 是最大的善知识 其实这个就是 思义流止嘛 你看 连句都一样的东西 其实他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先如实之 即跟灭 然后知道 如实之未患离 从哪里知 从身心上知 色 身心是什么 色 受想行至 那么他会把它分别在 色疾 色灭 色未色患 色离 受己受灭 其实我们合起来看 比较容易看 他就在讲身心状态 你把它分开了 有时候你会 会 会有一点点 好像 好像你没有办法 会比较笼统一点 你没有办法 真实去理解 他其实就在讲 你的身心状态 色疾灭幻灵 那他是一个一个看 这个身体 那是心 受想行事 讲细一点就更多了 六路处相应里面 他就更多了 他就眼 如实之眼 耳鼻舌生意 色身相畏触法 如实之眼疾 眼面眼味 就更多了 所以他是讲同样的东西 就是 我们这个身心的苦 我们平常受的苦 不是由身体 就是由心产生的 苦只有两种 叫做生苦 跟辛苦 身体的苦 生病 这个病那个病 这个痛那个痛 那虽然身体没有生病 因为这件事 因为那个事 因为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 那个人 心里面在那边受苦 因为空虚 因为寂寞 因为孤独 因为不安 因为恐惧未来 反正就种种 身体是很好啊 但是辛苦啊 怎么这么快啊 那么这个是 这个就是 生苦跟辛苦 这些苦都从哪里来 要去想 那想的对不对 要从三个去印证 我这样想对不对 想了之后会去做 要去看 看实际上 这个里面有的利益 我这样做对不对 要向善 向什么 向上 向解脱 常常用这三个来 来观察 哇 学的是不是佛法 有没有如实 有没有如理 有没有如法 好 先下课